那两旁的遮断感 接着一列零铁列车缓缓前行 正通过平交道时 突然出现一名男骑士要闯过平交道 结果撞上遮断感摔倒在铁轨旁 列车驾驶长发现紧急刹车 然后下车来查看 看到男骑士随后也起身 似乎表示自己没事 但是驾驶长还是依规定报警处理 请销随后赶到场消防救护员 要协助男子就医 阿里山领铁定期列车 上午九点从嘉义站开往十字路车站 九点四十五分行经刚出逐旗车站的 五十六号平交道时 发生了这一起意外状况 虽然列车没有受损只是时间因此受到延迟 再来看看当下的画面 男骑士差那么一点点就被列车撞到 虽然保住了一命 但是因为闯越平交道的行为 将被依法处一万五千元以上至九万元以下的罚还 并掉扣驾驶执照一年 另外还有撞断遮乱赶的费用也得赔偿 华氏新闻成交邦邱军平 简玉玲嘉义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